哈喽大家好 2022年我们第一支影片是文具店人生 我们这次要前往彰化 来找一间我个人向往非常久的特色文具店 就是这里爱智文具房 在他们的官网上有写着 爱智是创办人奶奶的名字 虽然这间文具店 可以把奶奶温暖带人的精神传下去 那我们走进这个场域啊 那颗有一种重了的感觉 它整体的这个陈设排列 还有营造出来的气氛啊 有一点谷味 有一种房间的感觉 有准备各类文具包围的安心和满足 那对于文具康来说啊 一提到爱智 就会联想到他们自己出的 甜蜜生活女孩系列商品 而且不得不说啊 如果你很喜欢这些 带一点欧式风情 眼睛都不张开 脸颊红扑扑的气质女孩 真的是要来他们家拜访一下哦 因为你会发现啊 原来自己看过的妹子这么的少 这里才够多 那光看这一处贴纸啊 就会有一种想要全包的冲动 还好我的理智还在 那更不要说旁边的纸招带啊 帆布带 铁盒等作品 真的是 是时刻在和我的钱包打招呼耶 那当然啊 陪美生活系列的女孩啊 也是爱智和其他的特色文具店 最大的不同之处 我想不到还有其他地方 会比这里还有更多的女孩子 然后再对 AchIDE 我喜欢你们家的不客气 这只有一种可爱的我们人家的支持 还是对亲自有的 这只看一个人家的店 前面生活系列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具有特色的文具品牌 比方ARS的贴纸 还有在其他文具店也不难发现的文具 再来看这个 可以立起来的 放在书本上面好像是蛮适合的 那转过来看 这边还有金属质感的窗花书签 还有这一种外表漆黑 内在是多彩多姿的色铅笔 我们便条纸印章这些种类也是蛮多的 现在我们就再回到进门后左手边的空间 这边可以看到一些促销的纸胶带 是以一种花车商品的方式来呈现的 再来可以看到我的手张爱牌TN 它真的是文具店必备款 喜欢 他们在这个空间 有摆放了不少的钢笔和墨水 而且钢笔的类型不少 大多是比较亲民 容易接触到的类型 在颜色和款式的选择上 对于我这种初段班的人来说 非常的够用 还有这种粉嫩色的笔 真的是很诱人 先前是有介绍过Kita的纸胶带 一组有四色 都是不同的花纹 很好用 这么多笔摆这么的整齐 真是舒畅 透了我的天 好那我们前面的区块看完之后 就准备往后帮来走 到了后面的区域 我们先看到的是Kavallini & Co. 系列的卡片 明信片类的 我的天哪 种类超多的耶 再来还有这一些手杖 其中是包含了三年和五年这一种联用日记 那这边还有放一些墨水 以及我还没有入坑的风辣张 如果看太久的话 有可能会沉迷哦 各位要请小心注意 好走出来这一边 有不少的帆布袋可以选择 我个人是喜欢图案好看 有一点挺 又还多一层暗带的帆布包 不少的大家是喜欢哪一种类型呢 最后呢这一区的陈列 现在已经和我拍摄的时候不一样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亲自去看看差异在哪里 我在暗制啊 购买了一些女孩子的贴纸 盒纸胶带 还有一分之一的盖章本本 那最后就不免俗的 现场盖章结束这一个回合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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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大家在谈到彰化 想要去彰化的时候 都可以在行程里面 排入爱智文具房 那么你会发现 这些文具真的很美 文具电人生 我们下次见